你好,我是方建勋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通识 课程的第一讲是导论 我要把整个课程的脉络先交代一下 后面的课程都是围绕着这个脉络展开的 就好比是一个旅游景点 入口处通常有一张全景导览图 凭着这个导览图 你对景区内的每个景点位置 大体上就有个总体把握了 在很多人眼里,书法不就是写字吗? 技术好,写得漂亮就是书法 这可是把书法想简单了 虽然表面看书法的确是写字 但借用古人的话 它是个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社 有很高的审美追求 如果把它等同于匠人的手艺 认为只是个技术活 就大大误会了书法 要知道书法史上被批评最多的就是匠气 我很赞同林语堂讲过的那句话 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书法是从记忆走向心灵的艺术 在这门课里 我会带你依次进入中国书法的六重世界 它们依次是书体的世界 笔墨的世界 性情的世界 书写的世界 观念的世界 和再造的世界 这既是我独创的书法理论体系 也是我带着你一步步登堂入室 在博大今生的中国书法殿堂进阶的次第 课程的第一个单元 我们先进入书体的世界 这是书法殿堂的基石 书法艺术的美感 根基是汉字 转书、历书、楷书、行书、草书 这五种字体组成了一个汉字大家族 每种字体的内部 又各有小家庭 里面有各种风格特点的成员 例如行书这一体 既有行书、行楷、行草的小差别 更有都是以行书建长的宋司家 苏氏、黄亭坚、米符、菜香 他们彼此之间的风格差异也很大 这个单元的课程 我会给你细细的讲 每一种书体的特征和代表作 欣赏中国书法 这是我给你装备的第一件工具 看到一幅字 先辨认出它属于什么书体 你就算进了大门 不是个完全的门外汉了 进了大门 我们接着往里面走 走入笔墨的世界 就可以说是登堂了 有了汉字 意味着有了书法艺术的创作素材 中国书法的笔墨 经过数千年的探索与努力 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 归结起来 可以称之为笔墨的四要素 笔法、结构、章法与墨色 这一套语言系统 使得书法不再是汉字的附庸 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 跟雕塑绘画建筑并驾齐驱 在课程的第二单元里 我会结合各个要素的细节 带你去掌握这套专业语言 看到一幅书法作品 如果你能说出 这幅字的点画很有特色 我不喜欢这个字的结构 不够平衡 这幅字甚至在整体章法有变化 这幅字 那几处可比很突出 那么懂书法的人 就会把你引为同道了 学完这个单元 这套艺术语言 相信你也能掌握 有了汉字 有了笔墨 还缺什么 还缺写字的人 在第三单元里 我要带着你去探索 书法是怎么表达人的 如果说进入笔墨的世界是灯堂 那么进入性情的世界 就是入世了 因为你已经闯进了书法家 内心的隐秘之处 字如其人 见字如面 说的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妙趣 在这个单元 我会选取一些代表性书家 比如 王羲之 欧阳询 张旭 颜真卿 苏氏 黄丁坚等 带你一起探索 书法与性情的关联 当然 性情也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跟每个人 具体的人生与生活 紧密关联的 所以 我谈到性情史 我们连带着看看 书法家当时的生活世界 我们欣赏书法 一开始 可能看到的是 点画怎么精美 结构怎么有趣 但是逐渐的 当你越来越会看的时候 就能从一幅字里 看到写字的那个人 因为书写的这个人 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 对五体中的某一体 或者多种字体的客观规律熟悉了 对笔墨语言的把握也熟练了 他就能借助书写 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的个性 情绪都能呈现在书法中了 有了性情 书法就有了温度 性情是书法的灵魂 有了性情 书法就能流露出活生生的 生命个体的魅力 书法的创新 不是要创造新的汉字出来 而是要表达个体的性情 一部中国书法史 也可以说是一部性情的呈现史 要是把历代书家的代表作 表成一个长卷 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个体 有多少书法大家 就意味着有多少性情的参差多态 当然了 能够入门 甚至登堂入室 你对书法的了解 已经超越大多数人了 但我还会带着你继续往里面走 书法殿堂 我还有一处秘密花园 对书法 一般人总是关注最后的结果 作品写的怎么样 对书写的过程本身 关注并不多 事实上 过程本身很值得关注 今天我们好多人练习书法 跟古人一样 也是为了享受过程 正因为有书写的维度 我更愿意用古琴来做类比 只有印刷的文字才是静态的 书法不仅是占据空间的视觉艺术 也是在时间上铺展开的动态艺术 中国书法的书写过程 就像古琴的演奏过程 所谓书法作品风格的差异 其实就是书写过程的差异 书法的书写 是顺着时间次序一次性完成 不可逆 不可修改的 它充满了偶然性 书写很有难度 但是乐趣也正在这里 书写的过程 你不要以为很单调 其实就像书法作品一样 丰富多彩 书写过程也是各有趣味的 在书写这个单元 我带你去探秘王宪之 黄廷坚 米芙 红一法师 吴昌硕 这些大书法家 究竟是怎么写字的 这需要一点想象力 讲书写 我40年研习书法的经历 就帮了大忙 我以前看书法作品 倾向于静态的看 后来逐渐会看过程之后 就会忍不住 想象那些范本书写的过程 看不明白的字 我就去多领几遍 所以这门课 我会带着自己和古代书写者 同频共振的感受讲一讲 从书体笔目 到性情和书写 可以说 了解中国书法 你不但登堂入室 而且还探索了一处秘密花园 但这还不够 我得带你爬到花园后面的小山上 来个俯瞰 这就是书法的观念世界 它是超越了书法艺术本身的 书法艺术中 有一整套的术语 它是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经常有人写书法 写道法自然 或者书一载道 这个道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最具代表性的是 义 如 道 禅的思想 书法之所以能从 计进入道的境界 原因就在于 书法是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渗透陶冶起来的 书法的计法 本身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审美的理想 而审美的理想 最终又指向人本身 是为了成人之美 实现理想的人格 对人的生命存在于价值的思考 构成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 这些理念影响了书法的发展 换句话说 中国书法发展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背后是有无形的手在指引和推动的 这无形的手就是中国哲学 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美学观念 当然我们看懂书法 也是需要借助这些观念的 唯有如此才能布格 才真正算内行看门道 所以在观念这个单元 我不但会跟你讲书法领域里的一些重要美学概念 比如行和神 意和法 也会讲到书法和它周边的艺术 比如国画 传客的关系 更会在更大的维度上 跟你讲讲如何站在世界艺术的角度 来看中国书法 其实在书法的殿堂里 还有一个再造的世界 就是前人的作品流传到后世 后人对它的解读 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加学术味道的领域 我会用一讲带你进入这个世界 帮你理解 为什么王羲之会成为书圣 这其实是古人和经人 观念和行为互动的结果 讲完 这六重世界 你再看中国书法 就不再是写字这么简单了 你其实是跟着我 从推开大门 一步步进入了一个博大精神的艺术殿堂 这是一门书法通识课 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教你念字 但如果你因此而萌发了念字的强烈愿望 那我可就太高兴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从书写里获得乐趣 其实就切断了自己和传统美学的联系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也给你准备了最后一个单元 我会跟你聊聊 为什么理解中国书法最好能自己练练 练字从哪里起步 要注意哪些事项 我也会讲很实用的 比如怎么选择毛笔和纸张 还有程序性的 怎么从灵贴进入到创作 写字这件事 真正实践起来 同样是有方法和规律的 一不小心还会误入歧途 我会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书法教学经验 跟你讲一些切实可用的学术方法 尽量让你在学术过程中少走弯路 我还相信 有了这个单元的知识之后 即便你自己不练书法 也能给正在练习书法的亲朋好友 提一些有意的建议 好了 这就是我这门中国书法通识的基本脉络 下一讲 我们要开启第一个单元 书法的五种字体 我是方建勋 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通识 我们下一讲见 我们下一讲见